深夜的巷子里,两个混混正在骚扰一对母子,对方关窗挡狗,他们就当场表演黄狗撒尿,可惜尿了一半就被人施法打断。志勇是警官学悦的学生,他最后那些犯了罪却被轻易放出来的人渣,毕竟犯罪成本太低,稍有恶念的人都会蠢蠢欲动。志勇小时候亲眼目睹了母亲被人残害,可这个人渣最后只被判了三年,法庭上人渣嚣张的笑容,志勇一辈子都忘不了,那时候他就发誓要替母亲报仇血恨。 十二年后,人渣依旧在外四处行凶,有时候他看公交车司机不顺眼,就会上去抓住对方拳打脚踢,他打了整整八十一拳零四脚才停手,车上没有一个人敢帮忙。志勇在车外目睹了一切,但他没有报警,而是偷偷跟上了这个人渣。人渣意识到志勇不好对付,可志勇一个后踢就把他踹飞了出去,这个人渣有十八次前科,但每次都关不了多久就被放出来。志勇忍无可忍,既然法律治不了他,那就由正义来治。 这晚,他代替正义将人渣揍得半身不随。从这以后,志勇就打开了新世界大门。他在警官学院读书,可以查询到很多罪犯的信息,只要发现有那种罪大恶极,却没得到应有制裁的人,他就会用他的方式去处理对方,比如巷子里的两个混混,也比如整容医院的医生。 这个医生是十足的人渣,他每次给患者打麻药后,就会拍视频侵犯对方。但这样的人最后居然只被判了六个月,现在这医生又重操就业了,不知道还会有多少女孩被他糟蹋。 志勇看不下去了,他戴上帽子来到医院,志勇给他注射了麻醉药,并告诉他不要再做这行了。 紧接着,他踩断医生的手,顺便拿走了医生录视频的手机,志勇不知道自己这样做对不对,以报知报究竟是否正确,他的做法和那些罪犯又有没有区别呢? 一到晚上,他就在想这些事情,可他不会知道,在这座城市里,其实早已有了他的支持者。 这个一头红发的记者名叫美丽,他发现最近有很多罪犯被殴打,他觉得这应该是同一个人所为。 第二天美丽所在的新闻社报道了此事,志勇被称作治安维护者,全篇报道没有诋毁志勇一句,全部都是在夸赞他。 新闻社甚至请来了之前被混混骚扰的单亲妈妈,他在镜头前对志勇道谢,看到这一幕,志勇终于有底气了,只要被人认可,那他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。 志勇打算继续维护治安,而另一边的美丽也在等待他的星座,可惜志勇最近太忙,根本没时间出去寻找罪犯。 美丽等不及了,索性让人爆出了十远案罪犯的信息。 十远案是近年来最恶劣的一场犯罪,一个游逆男在公园侵犯了一个小女孩,可他只被判处了七年的有期徒刑。 现在游逆男要被放出来了,以往的媒体都是保护罪犯,他们曝光受害者样子,却把罪犯的脸打马赛克。 美丽不想这样做,于是他让人放出了游逆男的照片。 这个消息一出,游逆男的住处立马被攻陷,每天都有民众来围堵怒骂。 美丽在这守株待兔,想要拍到治安围或者惩治游逆男的画面,但志勇还未来得及出现。 游逆男就在一个雨夜逃走了,他把脚下的电子脚铐扔进海里,让警方误以为他是要偷渡离开韩国。 可其实他是去了受害者石允家,他想要杀掉石允。 美丽是第一个发现此事的人,警方反应慢慢拍,看到他们媒体的车离开,才后之后决裁到游逆男的目的。 可惜他们还是晚了一步,游逆男杀了一个外卖员,并伪装成对方来到石允家。 虽然石允家门外有看守的警察,但游逆男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。 警察被捅了一刀,才终于把游逆男按到护栏外,他看清了游逆男的脸,但游逆男又给了他一刀,紧接着是一瓶硫酸。 听到动静的石允打开门,结果正好被游逆男抓走。 游逆男想在楼梯里启决掉他,可他不知道志勇已经盯他很久了,游逆男还想顾忌重施,但志勇一侧身就躲开了。 他对游逆男使出一套丝滑的脸招,断手,揍头,皮胸,扇脸。 志勇让他写下悔过书,随后就换了身衣服离开现场。 美丽差点撞到他,却不知志勇就是他一直寻找的治安维护者。 等到美丽他们赶到炉梯时,看到的只有游逆男的惨状,和墙上血红的悔过书。 这两天,各大媒体都在报道此事,警方也在全力追查志勇的身份。 但虽然志勇的行为也是犯罪,可支持他的人却占大多数。 负责此案的教授,刚好是志勇的老师,志勇在警官学校读书,可谁能想到一个准警官会做出这种事。 记者美丽对志勇很感兴趣,他没有见过志勇长什么样,为了让志勇继续下去,他选了三个罪犯放到新闻上。 他想让看到新闻的志勇,从中进行选择。 这样他就能知道,志勇更讨厌什么类型的罪犯了。 一个盗窃犯,一个诈欺犯,还有一个强盗杀人犯。 志勇只看了眼,就把目光盯上了杀人犯,他查了下杀人犯的资料。 这人叫老徐,以前在一家便利店工作,后来没钱了,他就带人闯入便利店老板家里,他们残忍杀害了老板和他的两个孩子。 杀完人后,老徐还去卡拉奥黑潇洒了一番。 这样的人渣,活着都算是浪费空气。 志勇心里有了决断,他翻开了一下老徐的社交账号,发现这人已经被无罪释放了。 现在老徐经常去一家夜店嗨,为了查探他的踪迹,志勇决定今晚就去夜店看一下。 不料刚刚进来,他就被个美女搭讪,美女问他要不要去凉快一下。 随后他拿出药片说,这是从老徐那里买的好东西,他给志勇尝了一下,志勇当即就明白,这是什么东西了。 第二天,志勇改变了策略,他给老徐车上贴了一张纸条,纸条上写着让老徐去自首,下面还有一串电话号码。 老徐吓得火速上了车,他给手下黄毛打电话,让黄毛去查下这个电话是什么。 得知这是缉毒局的电话,老徐顿时被吓尿了裤子,他去夜店时心不在焉,就连美女来找他买药他都不搭理。 他害怕缉毒局又会来找他,但越怕什么越来什么,缉毒局的人闯了进来,他只能迅速从后门逃走。 老徐想要去他的老巢里拿钱跑路,可他不知道志勇早已追踪到了这里,当他回来时,他的钱全部被志勇拿走了,志勇在钱上交由,老徐害怕他点火, 只能一把扑过去。老徐死不悔改,志勇干脆点燃大火。 老徐怒得想杀人,但他这点三脚猫功夫,在志勇面前根本不够看。 志勇把老徐拖起来,一顿拳头风暴后,他掏出了老徐的手机,并在网上搜索受害这一家的社交账号。 老板生前经常发他孩子的视频,现在志勇要老徐对着孩子的脸谢碎,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后,志勇才疲惫地回到家里,这个家只有他一个人,或许是没有顾忌,所以他才敢毁掉自己的前程,去做正义师者。 他把现场处理得很好,没留下有关他的任何证据。 警官只看到老徐的尸体,查不到丝毫关于志勇的线索,最后他们只能宣布成立特别搜查部,那么多悬烂他们不去查,一个维护正义的人是出现却让他们惊慌,他们要抓的哪里是犯罪的人,而是超过他们成为人们心中英雄的那个存在。 志勇的出现让最近犯罪率都下降了很多,可警方看的不是数据,是面子。 特别搜查部中有个非常厉害的赵警官,他身高九尺,壮硕如牛,直接找到老徐的手下黄毛,随后便是一顿输出,黄毛被按在栏杆上,只能说出那张纸条的事情,但赵警官对此并不满意。 他把黄毛丢下去,这下黄毛终于说,他看到过一个可疑的年轻人,赵警官总算满意了。 他把黄毛拉了上来,然后接起上级电话,眼前这个快递员正在送货,却被一辆急时而来的货车撞飞,货车司机下车看到快递员没死,但他没有赶紧叫救护车,而是转身返回了车内。 快递员被恶意碾死,可这个货车司机只盼了一年就被放了出来,他没有任何愧疚,只心疼自己的货车太久没开都要坏了。 面对受害者家属时,他也丝毫不敢到自责,货车司机嚣张不已,他告诉受害者家属罪不二法,他已经坐了一年牢,以前的事情就该全部翻篇,受害者家属拿他没办法,但有人可以对付他。 货车司机不是自己以人被盯上,他惬意地坐在浴室里泡澡,可下一秒,这人戴着面具,还用了变声器,可志勇从不使用这些东西。 他真的是志勇吗?还是打着志勇名号的其他人呢? 最近,城内各处出现了很多志安维护者,他们学着志勇戴帽子,也学着志勇殴打那些犯罪之人。 志勇的出现,让人们更加厌恶法律,他们觉得与其让法律去侵判恶人,不如由他们来维护公正。 短短时间就有十几起模仿志勇的案件,负责此案的赵警官恨得牙痒痒,他发誓必须要抓住志勇,这样才能遏制那些模仿者。 可惜他什么线索都还没查到,所谓的志安维护者就杀死了一个人,看着货车司机的尸体。 他还想给志勇下套,让志勇对付货车司机,但这次货车司机竟然这么轻易秀死了,他没有抢到头条,还让另一家媒体,拿到了志安维护者的独家视频。 志勇也看到了这段视频,他很清楚这不是他录制的,这段时间模仿他的人很多,但这个面具人不一样,他不仅是模仿,甚至还敢真的杀人。 几天时间他就杀了两个人,还敢以志安维护者的名义,发布视频挑衅警方。 听到同学谈起此事,志勇忍不住说,这视频不是志安维护者发的。 同学问他怎么知道,他反应极快,说面具人说了一句我们,这代表除了面具人之外还有别人,志勇怀疑这个面具人认识他。 他的室友阿絮最近很奇怪,阿絮很支持治安维护者,有时候志勇偷偷查罪犯资料时,阿絮也会跟过来。 今晚志勇看到一个老奶奶被撞的新闻,阿絮的表现竟也和他一样愤怒,阿絮并不认识那个老奶奶,可志勇认识,不仅认识,而且还很熟悉,得知老奶奶被人撞了。 他一晚上都没睡着,他翻来覆去,阿絮似乎也辗转难眠。 老奶奶的日子过得很艰难,平时在巷子里简直相谋生,可昨晚一个男人嫌他挡道,竟一脚油门狠狠朝他撞了过去。 有路人路见不平,打了赵侍者一顿,谁知这路人竟被警方给带走了,路人的罪名是殴打他人,但这赵侍者只是提出自己有伤,就被送去了疗养院疗伤。 第二天,赵侍者哥哥还跑去老奶奶家威胁打杂,他想逼老奶奶家属跟赵侍者和解,叫嚣完后,他还去KTV快活。 赵侍者收拾完赵侍者哥哥后,又留去医院找赵侍者,虽然医院有赵警官等人的层层把守,但还是被赵侍找到孔子进入了病房。 他没有杀掉赵侍者,只是逼对方向法官请求最高刑期,如果赵侍者不乖乖照做,那赵侍者还会来找他。 威胁一通后,赵侍伪装成医生离开现场,赵警官看到了他,却没能第一时间抓住他,直到听见病房里赵侍者的哀嚎,他才确定刚才那人就是治安维护者。 可惜他追出医院也没找到智侍,反而被守在外面的记者美丽看到了,美丽想要蹲个大毒家,但他没想到,不过才几分钟时间,楼上的赵侍者就出事了。 赵侍者被人从楼上丢了下来,赵警官亲眼目睹这一幕,还以为这是治安维护者甘胆。 被迫被过的智侍感觉很冤枉,他只是想维护正义,不想打着正义的旗号随便杀人。 智侍看到一个黑衣人从楼上掉下来,激醒的他立马猜到,这人就是模仿他的面具人。 最近,赵警官在追捕火爆全网的治安维护者,但因为治安维护者专门收拾恶人,所以很多人都崇拜他,模仿他。 赵警官不仅没能抓到真正的治安维护者,还让那些模仿者害了不少人,其中当属面具人最过分,他令模仿治安维护者来满足他病态的内心。 面具人杀了黑帮老大的弟弟,怒火中烧的黑老大,把手下人全部打了一顿,他让众人去查询面具人的下落,随之性因此惹怒了赵警官。 赵警官不想让他影响自己的查案进度,于是便找上了门来。 赵警官狠狠收拾了这些人一番,并警告黑老大不要再插手此事。 治安维护者不好对付,那面具人的背景更是不简单。 昨天赵警官差点就抓到治安维护者了,但面具人突然丢了个人下楼来,害得他一切计划全部被毁。 他试图查找监控,可监控早已被清楚得干干净净。 他怀疑治安维护者和面具人是一伙的,但他不会知道他的猜测全是错的。 治勇是真正的治安维护者,也是警校的学生,他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维护正义。 可这个面具人却打着他的旗号杀人。 治勇好不容易见到面具人,但治人并不肯透露身份,他说他是治勇的粉丝,还说他已经帮治勇清除了心控。 他希望能和治勇一起合作,治勇只想把这人抓到,他不喜欢这种一无所知的感觉。 面具人对他了如指掌,但他连面具人长什么样都不知道。 可惜面具人的身手也不差。 治勇和他打斗一番,也只是打了个平手。 要不是最后面具人差点掉下楼,治勇或许都无法赢得胜利。 面具人为表忠心,竟让治勇摘下他的面具,但治勇没有任何兴趣,他只是警告面具人别再模仿他。 第二天,治勇顶着一脸上去学校,他随便找了个借口敷衍室友阿旭他们,可他没想到赵警官竟然也来学校。 昨晚他去院时,曾和赵警官擦肩而过,赵警官没有看清他的脸,但记住了他的身心。 果然,赵警官很快就起了疑心,他有个大胆的想法,治安维护着对罪犯那么了解,会不会就是警员里的一员呢? 赵警官离开时还在思考和教授的对话,他的猜测让教授也起了疑心。 当教授看见治勇脸上的伤识,立马询问治勇这是怎么回事。 治勇谎称自己昨天去了拳击馆训练,但教授并不相信这个说辞。 好在这时有警官来找治勇,教授这才没有在怀疑他。 教授问治勇刚才为什么不说实话? 治勇回答,他是警校生,不管因为什么,只要和民众打架,影响都是不好的,所以他刚才没有选择说实话。 治勇的回答彻底打消了教授的疑虑,可他不会知道,这一切其实是某人故意安排的。 他是DK集团的副会长老江,也是昨晚和治勇打架的面具人。 老江很喜欢治勇,不仅学着治勇当治安维护者,还利用他的权力帮治勇清理痕迹。 以赵警官的聪明才智,早该查到治勇身上了,但有老江挡在治勇身前,这才让治勇始终保释着神秘。 老江让记者美丽交出关于治勇的录像,美丽不愿意,他就表明自己和美丽是一边的,他们都是治安维护者的粉丝,理应保护好那个维护正义的人。 老江觉得自己的付出早晚会被治勇接受,还发了信息给治勇,问治勇要不要接受他的帮助。 治勇思考再三,最后终于回复了他一条信息。 老江兴奋不已,他很快就和治勇约好了见面时间,但在他们即将见面时,赵警官竟然来到了现场,他堵住治勇去路,并问了治勇很多关于治安维护者的事情。 治勇面不改色地回答,可他却说他要给治勇一个忠告,赵警官的双手可以同时释放技能,这恐怖到逆天的战斗力,就算再来一个黑帮,也斗不过他。 这个被他端掉的黑工厂,是专门吃人的地方,这里养了很多猪,但猪不吃饲料,只吃人肉。 工厂的主人老金表面是个生意人,实际上却是黑帮大佬,凡是得罪过他的都没有好价场,他们会被抓来老金的猪工厂。 被折磨的伤痕累累后,老金就让人放出圈里饿了十天的猪,老金为人狠了。 听说有个叫美丽的记者在查他,他还专门给美丽准备了一份大礼。 当美丽来到县人家里时,县人已经吊死在了屋子里,唯一的线索就这样断掉。 可警方那边的调查结果却说县人不是他杀,美丽觉得这些警察都是饭桶,他怀疑老金这个幕后黑手很久了。 为了查清老金的真面目,第二天他直接和同事一起溜进了老金名下的仓库,这里全是非法服务器,他们想要拍照留证据,谁知老金手下竟在这时走了进来。 两人很快被发现,美丽幸运的逃过了一劫,但他同时就没那么好运了,美丽火速上车逃离现场。 事后他叫来警察,可同事的尸体已经不见了,他知道这是老金搞的鬼,但这群警官不管是,他也没有别的办法。 美丽只能把希望寄托在治安维护者身上,美丽让人把同事的死报道出去,试图让治安维护者去除掉老金,只用在警校读书,他利用这个身份,可以查到很多罪犯的信息。 老金的大名他也听说过,但就在他准备去对付老金时,有人的动作却比他还要快。 赵警官救下了美丽,因为他知道老金不会放过他,所以特意蹲守在美丽身边守住带兔。 今晚运气很好,他轻轻松松就抓到了老金一个手下,从这人口中,他得知了猪工厂的存在。 来到现场时,老金的杀手们正在处理一些尸体,赵警官不想跟他们客气,直接抄起家伙就是干,车上的手下吓得瑟瑟发抖。 他以为赵警官对付不了这么多人,谁知赵警官仅凭一起之力就除掉了他们。 事后,他叫来同事,并让他们把现场处理干净。 第二天,新闻报道了此事,但他们没有把老金这个幕后黑手说出来,只说这个猪工厂是治安维护者的地盘。 新闻把治安维护者塑造成了一个恶人,他们把各种脏水泼到治安维护者身上,这样民众就不会再崇拜治安维护者了。 看到这个新闻的治勇恨得牙痒痒,他知道这事是赵警官所为,因为赵警官早在前两天就查到了他的身份。 赵警官知道治勇就是治安维护者,他清楚,要是把治勇警校生的身份说出去,那治勇将会取得更多人的爱戴。 他不能看到这种事发生,所以他要改变治勇在人们心中的印象,并私底下去解决掉治勇。 不过治勇也不傻,他不可能就这样坐以待毙。 第二天晚上,治勇就追到了老金一个手下这里,他逼手下打开保险柜,这里面有老金的账本, 他把账本带走,并在现场留下了他的专属痕迹。 每次承治完恶人,他都会用恶人的血写下,天网原谅我。 这些事已经报道,赵警官对他的污蔑就不复存在了。 毕竟赵警官前脚踩抓了朱工厂的人,治安维护者后脚就承治了恶人。 这说明什么?说明治安维护者根本不是朱工厂的主人。 美丽看得大快人心,治勇的头号粉丝老江更是兴奋不已。 他巴不得治勇把事情闹大,这样他就能加入治勇了。 治勇已经被赵警官盯上,那他早晚有天会需要老江。 赵警官可不是好惹的货色,他若想出手对付治勇,那治勇或许还真不是他的对手。 赵警官劝治勇及时收手,他说治勇一个人不可能对抗法律,因为治勇连他这关都过不了。 可治勇非要代表正义消灭一切邪恶,最后两人打了起来。 治勇吃了力两只不足的亏,最后竟被赵警官死死摁在地上。 赵警官掐着他的脖子逼他服忍,但治勇宁愿死也要和正义为伍,他被掐约了过去。 可他的忠实粉丝老江目睹了全程,却没有上前帮忙,因为老江不想太早暴露身份。 赵警官离开后,老江火速把治勇送去医院,他对治勇佩服了五体投递,并趁治勇昏迷时和他来了首次合照。 治勇其实知道老江在干什么,但他没有阻止,因为心死一事,他确定了老江不是他的敌人。 治勇看到电视台开除了政治的记者美丽,还主动联系老江,让他帮助美丽。 老江有权有势,完全可以出资让美丽继续报道新闻。 果然,老江一出手,美丽立马出来单干,他还是在支持治安维护者,这让警局局长十分愤怒。 这局长和黑老大老金是一伙的,他怕美丽顺着老金查到他头上,见赵警官迟迟抓不到真正的治安维护者。 他干脆录了赵警官的职位,并重新派了个警官当治安护者抓捕官。 治勇还不知警局的人事变动,他来到老金另一个手下那里,先将对方扼晕,然后拿走了他汇款转账的优盘。 这里面有老金和一家教堂的交易系录,治勇准备把这个交给美丽,不料性发现外面还有个跟踪者,他追着对方跑出去,谁知这人竟是他的头号粉丝老江。 老江在他面前露出真容,并再次请求和治勇一起合作。 这次治勇没有再拒绝,因为仅凭他一己之力,确实杀不完所有的罪犯,他需要老江的帮助,比如和美丽的联系,就要交由老江去做。 告诉他,老金上面一定还有人,除了警局局长外,或许还有很多高官富商,他们得利用美丽引发舆论风波,然后他再以治安维护者的名义,去除掉和老金交易的那个神父,这样民众就会一边倒,站在他们这边。 治勇很轻松就抓到了神父,他查出了神父私底下,参与了老金的面粉交易,并且还干了很多罪大恶极的事,这样的人死得一点也不冤。 他用神父的字揭开高官富商的最后一层知羞布。 与此同时,老江也把右盘交到了美丽手里,美丽怀疑他认识治安维护者,但他自己不承认,他也拿它没有办法。 趁着神父死讯曝光之际,美丽准备公布神父和老金的交易,谁知就在这时,他的十波间竟然进入了一个不速之客,志勇猜到来人是赵警官,因为警局只有赵警官才知道他的身份。 赵警官威胁了美丽一番后,就拿走了那个右盘,可惜螳螂捕蝉,黄雀在后。 这个方先生是老金的左膀右臂,他杀不了赵警官,但另一个大块头可以,大块头重达三百斤,哪怕是力量型选手。 赵警官在他的面前也不够看的,任凭赵警官再怎么释出全力,他也还是被这两人前后夹击给捅伤了。 鲜血流得很快,他没多久就失去了战斗力。 赵警官知道自己完了,他静静等待死神的降临。 谁知下一秒,志勇赶来了,现场附近有警笛声响起,看来志勇已经报了警。 这两人猜到了志勇是治安维护者,所以他们不敢恋战,只能迅速撤离此地。 志勇看着奄奄一息的赵警官,心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,驾驶几十亿的QQB,就这样被抢走。 但志勇拿到这些东西卖钱后,却并没出国潇洒。 晚上,他按向了一家孤儿院的门令,等到院长出来时,他已经消失不见,只剩下门上的袋子提醒院长,刚才有人来过。 记者美丽将志勇的善去攻之于众,志勇每次行动,都以治安维护者的身份出现。 昨晚,他制造火灾,抢走了黑老大老金的QQB密码,并留下警告,让老金和他背后的高官去死守,不然他就把这些钱全部捐出去。 现在赵警官躺在床上昏迷不醒,美丽猜测这一场火灾是志勇的反击。 志勇要断掉老金那伙人,可是注定不是件简单的事。 老金上面有警校校长,他被志勇盯上后,就去找校长想办法,但校长现在不敢跟他来往。 他说他可以让老金制作半年劳,半年后,老金又是一条好汉,老金气气败坏,干脆抓着自己司机打了一顿。 详细美丽掌握着很多关于志兰维护者的消息,他便怀起了美丽和志兰维护者的关系。 老金准备从美丽那里下手,与此同时,他手下的两名杀手,也在出手对付郭尔院院长。 第二天,志勇从警校同学那里,听出了院长死亡的消息,他知道这是老金派人干的,可他暂时不能出手对付老金。 粉丝老金一直在给志勇打电话,志勇只能趁着室友睡着采取回电,但他不知道室友其实是醒着的。 当志勇来到楼顶联系老江时,士龙也悄悄跟在了他的身后。 这段时间,志勇不敢轻举妄动,他知道老金要引他出来,所以很多事情他只能交给老江去做。 美丽的办公场所是老江提供的,他能看到美丽那边的监控,一旦有风吹草动,他总能第一时间掌握消息。 今晚,老金的手下找上了门来,他们想要逼美丽说出治安维护者的身份,可激情的美丽提前设置了监控,并用手机全程录下了这一切。 一时间,所有人都知道了美丽遇系的消息,负责致有案件的警官,也赶紧出动赶往现场,但有个人的速度比他们都要更快。 手下想用美丽威胁老江,可老江就是个不折不扣的疯子,他不受任何人威胁。 当他清理完现场后,警官才终于带人姗姗来世,他把美丽叫去警局,试图从美丽这里得知些什么,但美丽咬死不松口,他也只能把他放回去。 晚上,美丽越想越高兴,因为老江亲口承认,他和治安维护者是一伙的,他感觉自己马上就要知晓,治安维护者的身份了,却不知另一场危机正朝他靠近。 美丽失踪了,警官第一个怀疑的就是志勇。 之前赵警官曾找过志勇谈话,而且QQB被打开的地址,就是志勇所在的警校。 虽然志勇什么也不肯说,但只要警官进行精密识别,很快就能知道QQ是在哪个位置被打开的。 老江得知此时担心的不行,可志勇丝毫不慌,因为他早已计划好了一切。 警官他们已经跟随定位,找来了校长办公室,并在里面找到了那部手机。 如果警官是个正直的人,他就会把这部手机带走当作证据,但要是这样,校长那边也会开始行动。 李警官还不知危险已然来临,他朝着警局方向驶去,但出发不过十几分钟。 这不是意外,是上位者的阻拦和报复。 校长的上面还有人,医院的赵警官得知此事后,立马找到志勇,他让志勇停手,不然还会有更多人死去。 可志勇不肯答应,维护正义本就需要牺牲,哪怕需要牺牲的是他的生命,他也会毫不犹豫地献出自己。 他跨出了这一步,往后每个路口就将会出现无数个他。 如今摆在赵警官面前的只有两条路,一是抓捕志勇,二则是加入他。 这场正与恶的巅峰对决,究竟谁会赢得胜利呢? 自从美丽被老金的杀手绑架后,老江那边就第一时间得知了此事,他把美丽失踪的事情告诉了志勇。 当天晚上,志勇就来到了老金公司,老金的手下乖乖念出地址。 志勇愿意用几十亿的QQB换回美丽,这笔交易老金稳赚不赔。 可志勇不会想到,美丽其实并不是老金让人去绑的,老金和那两个杀手早就闹崩了,上次杀手们没能成功杀得掉赵警官,所以老金拒绝支付酬劳。 杀手为了拿回自己的钱,只能去绑架美丽,现在老金想要拿回QQB,就必须答应和杀手见面交易。 他让杀手把美丽带去志勇指定的地点,他说等他成功拿回QQB,就支付杀手的酬劳。 但杀手并不杀,他们清楚老金不是擅长,所以他们准备拿到钱后除掉老金,可老金也不是软狮子,他直接叫手下去摇人。 事成之后,他不仅要杀掉那两个杀手,还要杀掉美丽和志勇。 一场大战即将开启,赵警官那边也没有闲着,他放出了老金的两个手下,并准备带着他们去迎战。 志勇和杀手交易的那天,老金这边带了188个打兽,只等志勇一露面,他们就会把志勇当场打死,可他不会想到,志勇提前预判了他的预判。 老金打开门查看现场,这才发现,交易地点是电音节现场,所有观看者都穿着治安维护者的黑衣服,志勇和老江混在其中,根本没人会知道他们的身份。 不过今晚,除了志勇外,还有一个人也跟着过来,他是志勇的室友,他怀疑志勇很久了,之前甚至看到过志勇从老江车上下来。 室友猜到了志勇就是治安维护者,他提醒志勇要及时收手,可志勇已经收不了手了,室友没有办法,只能跟踪志勇来到现场。 今晚注定是场大战,老江负责吸引老金的注意,志勇自负责去解救美丽,他一看到美丽就立马引开杀手,随后他把美丽藏在安全的地方, 并让美丽把今晚的事情直播出来,等到美丽安全了,他才和杀手进行搏斗。 赵警官带着两个小弟赶往电音节。 与此同时,志勇那边正在经历一场混战,美丽被逼到车上,老金的打受源源不断,杀手更是步步紧逼。 好在就在这时,赵警官赶来,现场形势立马发生大转变,奇迹败坏的老金对车上的志勇碰下杀手,志勇的室友冲过来帮忙, 却被老金捅倒在地,薪酬就这样一起算,老江帮志勇挡住追兵。 志勇和赵警官则追着老金和杀手进入了储水室。 赵警官对付杀手,志勇对付老金,两人配合默契,很快就赢得了上风。 可他们万万想不到,这里居然还有第五个人存在,警校校长和老金狼狈为先,见老金没有了作用,他就想要把老金他们全部杀掉。 见志勇他们找到了掩体,他干脆开闸放水淹死他们。 好在志勇他们三个水性都很厉害,就算校长朝着水面开枪,他们也能在水下找到梯子。 赵警官把志勇推上去,志勇上岸后冲过就开干。 赵警官还想用法律来严惩恶人,谁知下一秒杀手竟也跟着爬了上来。 当他们分身对付杀手时,校长那边已经捡回了枪,志勇浑身是伤,依然勇莽直前。 道警官看不下去了,趁着校长的子弹用尽,他直接走上前,抓着校长就是一顿输出。 他解决了校长,志勇也解决了杀手,一切危机都解除了。 唯一的遗憾是,校长后面的高官始终没有现身。 事后,志勇的室友没能救的回来,美丽干脆把治安维护者的身份放到室友身上,死无对证。 从今以后,再也不会有人怀疑志勇。 现在知道志勇身份的只有三个人,赵警官,美丽和老江,他们都不会出卖他,但志勇也不会就此放弃维护治安。 新闻把校长塑造成一个爱国爱民的好官,还说他的死是为了对抗犯罪组织。 志勇对他们失望透顶,从警校毕业那天,所有人都在宣誓,只有志勇没有尽力,他的眼力波涛汹涌,看来非法正义还会出第二步。 到时候第二步一开播,我会为大家第一时间更新。 谢谢大家!